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介绍一些衡量模型的正确性的指标。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叫做量测你的成功率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01 loss function,就是01 loss function。 它的量测方法是这样子。 假设你这个模型,它会去做一个预测。 如果说它预测的结果是正确的话,预测的类别跟实际类别是相同的,它就是正确。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loss,因为它是一个loss function,就是损失函数。 预测正确的话就没有损失,所以这里的这笔预测的结果是正确的,所以它没有损失就会是0。 如果它预测不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损失1。 代表说这一笔资料它预测错误了,所以会累积1。 这个summation i 代表是说,我总共有可能会有好多笔资料, 每一笔测试资料我都去一一的去检查它的预测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那你就可以一直累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预测的笔数一直增加的话,这个数字就会一直增加。 比如说最后你有,假设有50笔测试资料是预测错误的,那一直累加起来的话,你的loss最后累积起来就是50。 那这个叫做01 loss function,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纯粹去判断说你预测的笔数是不是正确。 那不正确的这些笔数我们就把它加总起来。 不过它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做法算是非常简单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分类模型,它都会产生的预测出一个所谓的, 几率,也就是说我会预测,预测这笔资料,它是属于这个类别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通常会去输出一个几率值。 但是这个loss function,它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个几率值。 它纯粹就是看说你最后预测的类别是对不对而已。 但是它不会去考虑那个几率值的大小。 所以这个方法它是比较简化的。 所以在有一些例子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也可以去检查你的几率的预测,对不对。 虽然说最后的,我们最后最终最终,希望这个模型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可是如果说它的几率能预测的准的话,那它的答案也会比较正确。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它的几率的话,那也许整个模型的效能是可以再提高的。 好,所以这个这种0.1的这种loss function,它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下不现得是最适合的。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预测的几率也把它考量进去的话,我们可以用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loss function,这个叫做quadratic loss function。 所谓的quadratic就是二次式,就是二次方乘式的。 就是有二次式平方的这种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有时候我们也叫它square loss,就是平方误差。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loss function,它怎么使用呢? 我们先假设呢,我们有预测了一组的一个几率值。 假设我们有预测要做分类,我们分成k个类别。 所以每一笔资料呢,我们进到这个模型呢,都会把它预测k个几率值。 那这k个几率值就分别代表,这k个类别,它可能会出现的几率。 那这里面几率最高的,就会是我们所预测的答案。 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些几率值保留下来。 我们希望去计算,这些几率值跟正确答案的误差是多少。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预测的几率值,p1到pk。 那再来这个是k呢,就是这个,就是说代表是这笔资料,它真正的类别是属于k的类别。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予我们的正确答案,一个算是一个标记的资料。 在这里面,a1,a2到ak呢,它代表的是真正的几率值。 这个p1到pk是我们的模型,它预测的几率值。 那a1到ak呢,是真正的几率值。 那在这里,因为正确答案,它的这笔资料,它的正确答案是c,c这个类别。 所以呢,我们在设定这个正确答案的几率值的时候呢, a1到ak呢,在这里面呢,除了是ac,ac这个, 这个它的那个真正的几率值是设成1,代表百分之百的意思。 其它的类别的几率值,它的正确答案都把它设成0。 这样了解吗?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有, 我们想要预测的三个类别, 那三个类别, 假设我这模型预测出来的结果是, 它第一个类别, 0.1, 0.3, 好, 0. 这就是应该是0.6了, 好, 就这三个类别, 这是我们预测出来的结果, 这是p。 好, 那真正的这圈答案里面呢, 假设这一笔资料, 它是属于第二个类别, 好, 那我们就会把其他的类别, 它的几率值设成0, 只有第二个类别设成1, 好, 代表它的应该是属于第二个类别, 好, 就这样做设定, 这个a代表是真正的答案, 那p呢, 是我们预测的类别, 好,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定, 好, 那它的误差怎么计算呢? 它的误差呢, 就用下面这个公式, 就是这个quadratic loss, 也就是两两相减, 你的p, 比如说, 第一个类别, 你预测的几率值, 减掉它真正的几率值, 就两个相减的平方, 所以这个地方得到是0.1的平方, 好, 那这个两两相减, 就是第二个类别, 我预测的几率值, 减掉它真正的几率值, 两两相减的平方, 好, 所以这边是0.7, 好, 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两两相减的平方, 0.6的平方, 好, 我把它们全部的加总起来, 好, 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地方, 在计算的, 所谓的quadratic loss,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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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的quadratic loss呢,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 好,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误差是越小越好,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 用一些最佳化的方法, 来去调整我们的模型的参数, 就是希望之后呢, 你算出来的quadratic loss, 就是会越低, 就是越来越小, 好, 那这个下面就是说, 什么时候你的quadratic loss会最小呢? 当然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预测的机率值呢, 跟你的误差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那就会是最小了, 好, 以上是用这个所谓的quadratic loss, 它就是把你的误差平方加总起来, 那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种lose function, 好, 那这个方法叫做close entropy, 好, 所以, 嗯, 我们基本上就是介绍这两种方法, 那我们在深度学习的时候啊, 其实也就是主要用这两种方法, 好, 如果说你是在做, 嗯, 事实上, 一般我们在做机率的预测是用这种方法, 用close entropy, 好, 像各位同学之前在做作业的时候啊, 我不是拿mist吗? 手写辨识的图片, 好, 来做分类吗? 好, 那时候大家用的, 就是用的这个lose function啊, 都是用close entropy, 好,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square rows呢? 这个也很常用, 好, 那但是这个用的场合通常是用在做回归分析的时候, 就是你要去预测一个数值的时候, 那我预测的数值跟正确的答案呢, 两个的误差, 我们通常就会用square rows, 好, 所以, 看, 看这个场合来使用啦, 如果你是要做分类的话, 分类都会去预测一个数值, 一个几率值, 那我们就是用close entropy, 好, 那如果说是在做回归的预测的话, 我们通常就是用square rows, 好, 其实事实上在做几率预测的时候, 很少会用square rows, 好, 那课本上, 这边, 就是说, 也是有其他的方法, 偶尔有看到会有这样做, 但是很少见, 大部分的时候, 你只要是在做几率的预测的话, 我们通常就是用close entropy, 好, 那entropy大家有印象吧, 我们之前在教decision tree的时候, 我们用了一个叫做information gain的方法, 它就是用entropy来去计算, 我们这个决策数里面的这些分支, 它的纯粹的程度,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来去计算你的误差了, 你的那个, 你算出来的几率值跟正确的答案, 它们之间的误差有多少, 我们可以用, 这里也是可以用entropy来去做计算, 好, 那一样,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information loss的方式, 好, 那这个是, 之前我们就有介绍, 就是你的一个, 一个entropy, 它的公式就是负的lock p, p的那个pc, 就是在c这个类别, 它的那个information,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几率值是多少, 好, 那之前我们也说过了, 这个entropy就是去计算说, 你需要多少的bit, 来去表达你所, 出现了这一个, 表达你所呈现的资讯, 这个资讯量, 我们可以用entropy, 用bit, 来去计算, 好, 用bit来作为单位来呈现它, 好, 那我们就, 就做一个类似的假设, 我们说, 假设p1到pk, 是真正的, 这个类别的几率, 这跟刚才那前面的, 有点不太一样, 前面我们是用a1到ak, 来代表真正的几率, 好, 那这里面是用p1 start, 一直到pk start, 好, 来作为它真正的几率值, 好, 那我们的预期的这个, 这个loss的函数呢,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你可以看到它是, 前面都有负号, 然后这边是p1 start, 乘以logp1, p2 start, 乘以logp2, pk start, 乘以logpk, 全部的把它, 一起加总, 然后再加个负号, 好, 我们来, 就与刚才前面的这个, 就与这个实际的例子来看, 好, 好, 那, 我就用刚才, 操约刚才的公式, 我用来, 敢用这个close entropy来算, 它的算法是这样, 0, 就是你的, 真实的这个几率值, 乘上, 好, 最后再加上, 好, 这个是0, 真正的几率是0, 好, 所以其实这个就, 也不用去管它了, 因为0乘以任何的数都是0, 好, 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出来, 好, 那这个前面记得要加个负号, 好, 所以我就用刮胡, 这边有个负号, 好, 就是, 他看到了这一个公式, 好, 公式呢, 那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边前面有乘以0的, 这都不要管它了, 他都被你, 变成0了, 好, 这都不要管它了, 好, 真正重要的是这一个, 只有这个才会发挥效用, 就是log0.3, 好, 这个就是你的rows, 算出来, 就是一个, 代表你的误差的量是多少, 好, 这个就叫做close entropy, 它的算法, 好,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表示法, 什么时候它的误差量会是最小, 误差量最小的时候呢, 就是, 当你跟正确答案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的预测, 预测的积蓄值跟正确答案一模一样, 那误差就会是最小, 好, 就是大家也都是, 如果说你预测的时候就是0, 1, 0的话, 好, 那这样的话误差会最小,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中间这一项就变成log1了, log1就是0, log1的输出的结果就是0, 所以这样的话全部都是0, 你的误差是最小, 好, 所以这个information loss就是, 这边会写, 当你跟你的那个正确答案是一模一样, 你预测的几率值跟正确答案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的误差就会是最小, 好, 好, 那我们来做, 就是说对这两种loss的计算指标呢, 来做一个讨论, 好, 你要选择哪一个loss function, 那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通常我们在做几率的预测, 我们会用close entropy, 那如果是在做回归的预测的话, 数值预测, 我们就会用这个square loss, 这是一般比较常用的做法, 好, 那另外你可以从这个公式里面, 可以发现到说, quadratic loss function, 它跟这个information, 就是close entropy, 这两个差别有一点不同, 你看他们计算的公式, 好, 刚才我们这边在做的计算, 这一个部分, 这个用平方的方法, 来计算误差的, 这个叫做square loss, 好, 这个loss呢, 它, 你可以发现到说, 它会去计算, 每一个类别之间的误差是多少, 把它加总起来, 可是呢, 你看看我们刚才做的另外一个, 就是close entropy的这个, 就是有log的, 这种用entropy来计算的误差, 你可以发现到说, 只有中间的有效而已, 就是只有当它这个类别的几率是1的时候, 这个类别才会发生作用, 其他的都没有用, 在close entropy里面, 因为他们的真正的几率只是0, 所以你带公式去算的时候, 它的前面这个都会乘于0, 就变成说它就不, 它的那个效, 就完全不考虑它的那个效果了, 好, 我们只在意的是中间这一个, 因为中间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就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两种做法, 就会形成两种, 在你做所谓的模型调整参数, 在做最佳化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效益了, 像你的square loss呢, 它就会把所有的类别都一起考量, 它会希望每个类别, 都可以越接近正确答案越好, 可是, Close entropy呢, 它就只会专注在说, 其中一个类别就好, 就因为只有这个类别, 是我们要的正, 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所以它只会在意, 关注这个类别的效果怎样, 其他的类别, 它就都不管了, 所以它在做最佳化的, 参数的调整的时候, 好, 这个模型它只关注, 你正确答案出现的那一个地方的类别, 其他的他就不在意了, 好, 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关注的模式, 那你当然学习出来的结果, 就学习出来的, 调整出来的参数, 也就会不一样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两个在公式上最大的不同, 那当然还有在应用的情境也是不同的, 就是说一个是专门用在做几率的, 就是分类上面, 另外一个专门用在做回归分析上面, 好, Corsetic Loss呢, 它的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 它绝对不会超过2, 好, 那Information Loss呢, 它可能它的出来的数值可能是, 可以是无限大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两种Loss Function, 所做的一个探讨跟比较, 好,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好, 就我们来去, 考量你预测, 就是你的预测, 失准的时候, 它所造成的成本, 好, 如果你把每个预测的错误, 它造成的损失成本, 是不相同的话, 那这个, 会有造成什么其他有趣的现象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子的一种情境, 好, 在实际的例子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会发现说, 不同的这种分类的错误, 分类的误差, 它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成本, 就是会有不同的cost, 然后它这边举了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呢, 就是通常就是, 你会出现某一种类别的几率, 很不平衡,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某一种情况, 只有少部分, 会出现这种少见的情况, 所以它几率出现了这种, 这是很不平均啦, 比如说像这个恐怖分子的侦测, 你可以在机场上面, 像可能出入境的时候, 你就还记得吧, 我们出入境的时候, 现在都会摆一个摄影机嘛, 那有的机场它在摄影机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做人脸辨识, 那你可不可以从人脸辨识来判断说, 这个会不会是在通气的恐怖分子, 或者是什么通气犯, 可不可以抓到它, 那当然大部分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恐怖分子, 所以你会发现说, 恐怖分子可能只占了百分之零点, 零零零零一, 就是占的比例非常少, 可能也许一万个人里面, 才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 你的是恐怖分子跟不是恐怖分子, 他们所占有的比例, 差距是非常明显很巨大的, 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说你判断错误的时候, 它所造成的成本,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从恐怖分子, 可是你却没有抓到它, 它这个造成的, 之后造成的那种社会动荡不安的这种成本, 是会非常巨大的,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它不是恐怖分子, 却被你误判了, 这也是判断错误的一种, 那它这样造成的成本的损失呢, 那就是造成这个人, 还有可能还有也许他的家人, 朋友的一些不便而已, 但是它的成本, 就是误判的成本, 你可能国家到时候赔钱给它, 这也是一个成本, 但是它这个成本呢, 可能相对于, 刚才所说的那种, 就会比较少, 刚才我们不是说, 它应该是恐怖分子, 却没有抓到, 它可能之后就造成了数千人, 数百人数千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那这个损失就更巨大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成本呢, 纳进来, 在不同的分类的错误的形态里面, 给予不同的成本, 那这样子我们在, 评估你这个模型的效果的时候啊, 就可以更加的, 应该说可以更贴切, 我们所应用的情境。 好,其他的还有像是什么, 就是借款啊, 漏油侦测啊, 机器的诊断, 机器的错误诊断, 或者是市场的那种行销等等的, 那这些呢, 你其实都可以去计算出一些成本出来, 那每一种判断错误的时候, 所造成的成本的损失, 都大不相同, 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机器错误的判断, 机器错误的判断的话, 你可能就会是, 你认为这个机器有问题了, 事实上它没有问题, 这就是错误, 判断错误, 那造成的成本是什么, 那就是你可能机器要停下来, 然后发现, 其实没有坏掉啊, 那你就只好再把它重新启动, 你就浪费那些时间嘛, 那些时间重新启动的成本, 那可能你的生产线可能就要因此停顿, 那这也是一个成本,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机器将要坏掉了, 可是你却没有诊断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继续让它工作, 结果发现做出来的东西全都错了, 那些产品全都毁了, 这是另外一种判断错误所造成的成本, 这两个成本孰清孰重, 那你就可以自己根据工厂, 我们这一个工厂它的实际的状况来设定, 那一个成本的量是多少, 那你设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更客观的去, 更有效, 更能够贴切这个实际的应用状况, 来去评估说, 道理我的模型啊, 是不是表现是真的够好。 那我们要去考量这个成本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会用一个所谓的 confusion matrix, 就是混淆矩阵, 这样翻译是有点奇怪, 英文就叫confusion matrix, 这个图, 我想大家在威卡的时候有看到过, 那时候有跟大家介绍, 威卡会告诉你说, 你的预测的一个confusion matrix, 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 这个confusion matrix呢, 它的这个, 它是, 你可以从它看到它的那个列这个地方, 它是yes, 第一列是yes, 就是真实的类别, 它是yes, 它有no, 然后在行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预测的类别, 也有分yes跟no, 好, 所以在这一个项线里面, 代表的意思是说, 你预测这个类别是yes, 然后同时呢, 它的正确答案也是yes, OK, 就是这个项线啊, 就是, 你就是看你的预测是yes, 然后真实的答案也是yes, 好, 这一个, 这一种, 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你, 它都是, 就是你预测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 我们把它叫做true positive, 好, 那如果说你预测, 在这个下一个项线里面, 如果你预测它是yes, 可是正确答案却是no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false positive, 好, 所以同学们要记得哦, 这个术语, 它有, 就是字看起来非常的相似, 那容易搞混, 那你自己要有, 就是要自己要想个方法, 好, 就是把它记下来, 好, 这个在, 嗯, 这个东西啊, 在我们做机器学习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尤其是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一定都会去计算, 这个所谓的什么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好, 还有接下来我们false negative, true negative, 这四个术语, 同学们务必都要把它记下来, 要分清楚它们代表的意思, 各是什么, 好, 所以像我们刚才继续, 就如果说你预测的类别是no, 然后可是真实答案是yes的话, 就是这个象限的, 我们这些资料呢, 我们叫做false negative, 再来最后一个象限, 如果你预测是no, 然后真正的答案也是no的话, 这个叫做true negative, 好, 所以同学们务必要把这四个, 他们所代表的意义给它记下来, 这个是, 就算是一个基本常识啦, 就是学过机器学习之后啊, 这个就是做实验, 一定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去计算, 你到底多少做对了, 多少做错了, 好, 我们会用这个conflation matrix, 还有这些术语, 来去呈现, 我们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来做分析给大家知道, 好, 所以你就会常常看到, 像这些术语, 你必须很清楚的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好, 这很容易搞混啦, 就算是我做了, 做了这么久, 这么多年的, 我有时候每次看到这个, 我都还是要想一下, 好, 到底所谓的, 像true positive, 跟true negative, 就表示你是预测正确的, 对角线的地方就是你预测正确的, 它就会有个true, 只是positive代表说, 你预测它是positive, 那它的确也是positive, 所以是true, 那这个, 这边呢就是说, 你预测它是negative, 它的确也是negative, 好, 所以这边是true, 好, 所以只要是前面写true的, 就代表你是预测正确的, 好, 不管是预测, 那个yes的, 或是预测no的, 你都可以预测正确, 好, 这个就是前面有个true, 那如果你预测错误的时候, 前面就会是个false, 好, 所以这个反对角线的这个地方, 就是,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都是这种情况, 好, 就同学们, 务必要, 要搞清楚, 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是什么, 好,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confusion matrix,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格, 来给予不同的一个成本, 好, 也就是当你预测正确, 或预测错误的时候, 都会有些成本, 你就可以给予, 好,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格, 给予这几个象限, 给予他们不同的成本, 来作为一个, 一个, 就是评估误差的一个表格, 好, 那这边有一种, 评估误差的一个方法, 这个叫做, CAPA的statistics, 好, 那这个CAPA的statistics, 它是, 它课本以这两个例子, 来做说明, 好, 这个是, 这个是A方法, 这个是B方法, A方法呢, 是你的模型, 假设某一个模型, 它所预测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预测出来的结果, 它用一个confusion matrix, 的形式来呈现, 你可以看到它就预测三个类别, A,B,C, 以及它们, 那表格里面填写的就是, 它所预测的结果, 跟正确答案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88, 就代表说我预测是A类别, 它正确答案也是A类别, 但是呢, 这个14比呢, 就是我预测它是A类别, 可是正确答案却是B类别, 那就这样子以此类推, 在这里面, 对角线的部分, 像这个88, 40, 12, 这代表的就是你的正确率, 就是对角线部分, 才是你预测正确的地方, 其他的那些, 就是你预测错误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某一个模型, 它预测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用confusion matrix来呈现, 你可以看到总共其实就是200笔资料, 200笔资料, 200笔测试资料, 所预测出来的结果, 就是如此, 其中这200笔里面, 有100笔是A类别, 然后有60笔是B类别, 40笔是C类别, 那在左边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叫做random prediction, 就是随机猜啦, 我今天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头骰子这样, 如果你点数是123, 你就点数是12的话, 你就预测是A类别, 然后点数是34, 你就预测是B类别, 点数是56, 你就预测是C类别, 因为ABC这三个类别, 看来分布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骰子不会是一个公平的骰子, 你会转到AB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为A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A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这个骰子可能也是, 不是很公平的骰子, 它会随机的出现, 那一般来说, 这种随机的骰子, 它出现的这种比例, 就会是一半, 就是说, 会照这个比例, 会照每个类别的比例, 来呈现它分布的状况, 这是我们叫做一个Random Prediction, 那这个就是一个随机产生出来的一个表格, 产生出来的一个Conflation Matrix, 这个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心血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想要去计算说, 我们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呢, 比这个随机投骰子的这个模型, 比起来到底好多少? 好, 我们想要知道, 这个就是Kappa Statistic, 想要去算出来的一个指标。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表格里面, 你的成功的数量就是你的对角线的总和, 所以把对角线加总起来, 就是你成功率有多少, 你可以看到88加40加12, 加起来是140, 总共有200笔资料, 所以你有140笔是对的, 这样的话你的成功的比数是140笔, 成功的几率就是70%了。 好, 那Kappa Statistic它的公式是怎么算呢? 好, 它的公式就是你的成功率, 就是88加40加12, 这样是120, 我写一下, 好, 把这个对角线的部分加总起来, 这边是120, 好, 那你这个是随便投骰子的, 投出来的结果, 就随便认投, 那你也算出一个正确率, 这个正确率是, 多少? 这是22, 这加60, 好, 就是82啦。 好, 那Kappa Statistic的算法就是, 我的成功率啊, 就是我的模型的成功率, 减掉这个随便拆的这个模型, 好, 这两个相减, 好, 再除以1, 减掉这个随便模型的这个成功率, 好, 所以这个就是, 120减82就是你的分子, 好, 再除以1, 减掉这个, 这个, 这个, 它是写成功率的, 成功率的话呢, 就要是, 最后要除以200了, 好,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这边应该是200, 好, 反正就是用这个方法算, 就是分母应该是200, 减掉82, 好, 这样子算, 这样算就是它所谓的, 一个几率啦, 一个比例啦, 好, 不是只是用数字而已, 把它转换成比例, 就除以200就好了, 好, 所以这边大家都除以200就是比例, 好, 那我刚才忘了除啦, 所以我这边就, 嗯, 调整一下, 好, 算出来的结果啊, 它就会算出一个, 这是一个, 一个, 0到1之间的一个数字, 好, 那你可以发现到说, 1的话就代表, 百分之百正确, 表示你预测的完全正确, 那0的话呢, 会代表什么, 0就代表说, 你做出来这个模型啊, 跟随便论猜, 来比啊, 没有比较好, 好, We are doing no better than random, 就是跟随便论猜的比起来, 你做的模型没有比较好, 就等于是, 做了半天没有用了, 我还不如就随便偷size, 论猜它的类别, 也跟你一样准, 好, 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 所以这个就是CAPA的statistics, 那当然就是越搭越好, 好, 那如果是可以到1的话, 就代表就是最准的, 就百分之百正确, 0的话就表示你的模型就是完全没用, 可能要再重新看一下你收集的资料, 还有你的训练的方法, 训练的模型, 要重新的再检讨一下, 这样子, 不然的话就随便找一个论猜的骰子模型, 来去论猜就好了, 好, 以上就是CAPA Statistic,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成本等于权重吗? 我想这两个词, 因为两个词, 在我们机器学习里面可能还是稍微, 可以讲究一点的话, 是可以把它虚格开来, 那你说成本越大, 是不是权重就给它越重? 这是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说因为它造成的, 成本主要是说你误判之后, 你误判之后造成的那种损失, 因为它损失比较大, 所以你是不是在做模型的设计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对于这一个类别的资料, 或者是在判断的时候, 多给它写权重, 表示说它的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它们是有关联性的, 但是严格来讲的话, 我觉得成本跟权重是要分开来的, 但是它们是有关联性的, 就是你在设计你的模型的时候, 你可以把高成本的这些类别, 就是误判的这些, 容易发生误判这种情境, 你可以把它的这些资料, 还有类别, 给予比较高的权重, 你在训练的时候, 就会, 你在训练或在做最后的评估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所以它们是可以合在一起考量的, 画面瞬间消失了, 刚才录影的状况吗? 刚才我们直播的状况吗? 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都好吗? 好, 投影片OK了, 那一方老师你的投影片现在看不到吗? OK了, 这样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有录影, 所以我想录影应该是, 我这边看都正常, 所以录影如果都正常的话, 待会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去看录影, 我录影都有放在那个地方, 我也都把它编号, 就是根据我们讲的那个顺序, 可以编号了, 所以同学们要找应该, 稍微花一点时间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看的片段了, 好,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讲, 就是把成本考量进来之后做分类, 会要注意, 就会发生什么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先下课, 下课有10分钟, 下课 dogит 下课 下课 下课